OK 那么下面我们首先要给大家说的一点呢 是关于我们这个NZX 怎么去和UVCG之间进行一个对接 那么这个对接的话 你注意 NZX如果要和UVCG进行对接的话 那我们的UVCG的配置文件呢 需要做一个更改 更改哪个地方 首先找到它的配置文件 那么UVCG呢 如果和NZX连接使用的话 需要把下面的这个 IGDB呢给它进行一个注释 然后注释完之后呢 把上面这个写上一个 Socket Socket等于这个UVCG绑定的ID和 短口号啊 这里面是需要跟NZX之间呢 进行对接时候使用的一个东西啊 那么然后你把这个UVCG的配置文件 改好之后 我们为了呢 让NZX能够和UWSGI实现一个对接 我需要呢 还需要呢去配置我这个NZX的 哎 配置文件啊 那么在我的Mac上面呢 我已经装了一个NZX啊 这个在哪呢 就是在我们的CDUser Local下面一个NZX对吧 然后NZX里面呢 会有一个配置文件 CDConfig 这里面呢是它的一个 NZX的配置文件啊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我就需要呢去修改这个 配置文件啊 Socket UI NZXConfig 那么出入这个 名字 在这里面呢 首先我们要给大家看一下啊 原始的NZX的配置文件 什么样子啊 在这里面 原始的配置文件 你注意啊 没有这些 没有这些啊 原始配置文件 我把先把原始的给它弄出来啊 在这里面 好 那么看一下啊 原始的NZX的配置文件 就是这个样子啊 原始的NZX的配置文件呢 这里面这个配置项呢 就是这样配置啊 就是这样配置啊 那我们现在呢 不能使用它默认的配置 我要把它进行一个注视啊 注视之后 我现在呢 直接设置一个配置项 叫做老K神啊 老K神呢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这个 将过里面地址的一个配置啊 我这里面 写上一个斜杠 它就代表啊 不管你是什么地址 我如果只配置这个选项的话 不管你是什么地址之后 一定是执行这个地址里面的设置啊 我们在这地里面 我们可以设置什么呢 我们可以呢 让它设置 不管你什么请求过来 我都把它转交到这个 UVSG啊 那么怎么做呢 在这里面加上一个东西 写上一个啊 首先第一步啊 需要呢 去包含 WUVSG的请求参数啊 包含UVSG的请求参数 就是用户呢 访问我的NIC的时候 他可能带过来有参数 我要把这些参数呢 也转交给他 所以呢 我要对他进行一个包含 那么这一步的话 首先在这里面 写上一句话啊 叫做 InCloud InCloud UVSG Param 这里面叫做 包含UVSG的请求参数 然后下面呢 转交 请求 给我们的UVSG啊 那么这个怎么做呢 这个下面呢 需要写上一个UVSG 然后呢 效线 PASS啊 PASS后面写什么 你要转交给哪一个UVSG 你要把它的IP和地址呢 给他写上啊 那我们的这个UVSG呢 设计的是不是他 对吧 所以呢 我这边就应该写他的地址啊 在这边写上他 127 点0 点0 点1 对吧 冒号 80 80 OK 那么这样的话啊 我这个配置就配置完了 你注意啊 我在这里面 现在我只增加了一个配置项啊 这里面呢 现在根本就没有这个所谓 静态和动态的一个区分 只要你 只要你一个请求访问我的NX 不管是什么请求 我都把它转交到这个UVSG啊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 我在这边配置项着 对吧 我这个NX我们也配置好了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需要分别启动我们的NX 还有这个UVSG啊 那么我先去启动NX 我先看一下啊 查一下它有没有 GREP写上一个NX啊 好 没有 启动它 那么CD点点到我们的上级目录 SB下面呢 有一个可执行的程序啊 就Sudo SB 然后呢 写上一个 NX 好 回这 PSUX GREP 写上一个 NX 你就会发现这个NX 是不是启动了 对吧 它启动之后啊 紧接着 我们要让它把请求转交给UVSG啊 所以这个UVSG呢 也需要启动 在这里面进行启动啊 直接在这边 UWSGI 杠杠 RNI 然后呢 写上配置文件的路径 好 在这边 查一下 查一下之后 好 已经启动了 对吧 启动之后啊 那注意我们用户访问谁呢 用户直接访问这个 NX啊 NX的 NX的IP 和端口号是多少 我们给大家再看一下 我们配置文件啊 SUDO 直接啊 SUDO VI 然后呢 写上一个 Config 下面有个NX Config 对吧 在它里面 你注意啊 我们说每一个server呢 其实启动之后 都是一个服务器 对吧 这个监听的是谁呢 是我们的 80 所以呢 我在这边呢 我去敲入浏览器访问的时候 我就直接敲到 应该是 127.0.0.1 对吧 这个呢 默认就会访问80.0 我如果要访问它的首页呢 我就写上一个 斜杠 index啊 那么这个页面 我就关掉 重新打开一个 127.0.0.1 输入一个斜杠 index啊 好 回上 那么看一下这个页面 能不能显示 看到 这个页面也是能显示的啊 也是能显示的啊 因为现在啊 不管你发什么请求 根据我 NX的配置 都是把它转交给 UVC啊 然后UVC的调用完之后 把这个页面呢 返回给我们的NX NX再给我们的 浏览器啊 这里面 现在我们就实现了一步 就是让NX呢 能够和我们的UWSGI之间呢 进行一个 请求的转接啊 在这里面 首先第一步 NX配置转发请求 给这个 UVC啊 我们就可以呢 配置一个地址 在里面呢 加上这样一个参数啊 在后面呢 写上 你要转交到 UVC服务器的IP 还有它的一个 端口号啊 还有它一个端口号 然后就让我们的 一步 那边 这个 我可以做到 这么多了 我可以做到